谷歌公司和中国文学著作协会原本定在12号下午举行谈判,但是临时宣布取消,原因不详。 谷歌图书馆在中国的版权纠纷再生变数,谷歌是否自认侵权以及如何赔偿都是下一轮谈判无法绕过的焦点。 谷歌的一纸道歉声明似乎很难让版权纠纷波云见日,有作家在接受访问时就表示,道歉可以接受,但是还需要观察进一步的实际行动。 在谷歌和中国文学著作协会的例子会谈当中,是否侵权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,双方都有自己的坚定立场,而谷歌给作协的道歉声明也没有承认侵权,只是就沟通不够道歉。 在下一轮的谈判当中,谷歌还将提交一份其数字图书馆收录的中国作家作品完整清单,涉及的中国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也将揭晓。 而至于道歉之后的具体赔偿金额方案,谷歌此前提出过的60美元方案已经引起了中国作家的众怒。 这次的版权纠纷,谷歌之所以选择与文助协和作协会谈,与这两个机构旗下庞大的会员人数有相当的关系。 谷歌公司最终通过何种方式获得中国作家的授权,也是各界的关注焦点。 另外,没有被纳入这两个组织的作家数量更加庞大,谷歌如何拿到他们的授权,而个体作家如何维权也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